你對這個飲料有期待感嗎? 你那時候比較輕 我不明白的微過 我覺得普與之平 嗨 大家好 我是KK 我們現在呢 在某個事發地點 什麼事發地點? 沒有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發生要來花錢的大事 那千萬不要 真的嗎?好 拜拜 再見 我們今天要來拍一個 從來沒有在我們這個頻道拍過的主題 然後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拍什麼樣的主題呢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收集的開啟小鈴鐺 按讚留言跟我們分享 自從走入婚姻之後 我的好事多卡主導權就交給我們的一家之主了 但是呢 我其實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單身時期 我都到好事多來買什麼東西 身為一個從好事多高雄台灣的第一家店 開始那時候的你知道始祖會員 我很想讓大家知道 我在好事多都買些什麼東西 香嗎?香嗎? 沒有 戴口罩沒有 這樣子就好 今天是單身系列 嗯...我不確定欸 我覺得我失去了那個單身的感覺了 如小姐今天卡有帶嗎?單身 沒有帶 沒有帶? 單身都不帶卡的啊 那我們就把它推回去玩 你覺得我們這樣子這一車 有沒有破五千 一萬 這裡哪有一萬 你猜得很準欸 我們進來多久 大概十十分鐘 四十分鐘 結帳多好錢 七千塊 謝謝決心 好啦 回家開箱給大家看 進車來先誇獎一下老王 就是我們認識以來啊 他真的沒有讓我搬過什麼重物 他會讓我先進車子裡坐好 然後他會把所有東西都搬好 再把車車推回去 我們再一起上路 愛你喔 祝咪 是的 我們又來開箱 剛剛我們在好市多買的這一些好物了呢 但是我先在影片開始之前 幫大家整理幾個重點 我個人在單身時期 我到好市多買東西 最大的一個訴求就是 我的買醉遍地之路 所以呢今天開箱的呢 大部分就是圍繞著喝酒前 喝酒當下 跟喝酒的隔天 我會維持一個神經氣爽的狀態 而去做決定購買的行物 話不多說我們就要準備開始了 首先呢第一項就是 Postco的Bagel 喝酒前 如果我回到家裡沒有食物吃的時候呢 我可以很快速的烤個Bagel 幫自己墊墊肚子 就是 Bagel是必備品 麻煩 上菜 請把我家的牛小排端給我喔 送菜 我個人非常喜歡買它的 那個牛小排的燒烤薄片 薄煎 喔 好好吃喔 你知道這個好吃的觀念點 是 我偷偷在上面淋了一個醬 換點下辣椒醬 芥末醬 泰式醬 牛排醬 我跟你說這瓶如果要拍空空少 哪個 台胎嗎 我已經至少買10瓶以上了 台胎這麼厲害 好好吃配什麼都是 配這個牛小孩 人間美味 接下來呢 喝酒的當下 你有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欸王先生你為什麼今天都不想要開口對話 你沒有入鏡你就不覺得你要開口了嗎 你現在單身我還不認識你啊 對我們會長 麻煩後知會長 我跟你們 我打不開 唉唷 欸當然時候都是這樣子啊 就是你一定要維持那種柔弱的狀態 什麼都打不開 嗨小姐我也打不開 嗨 你哪裡打不開 你已經打開我的心房啦 以我個人很喜歡 如果在喝威士忌的時候呢 可以配一碗這個 然後我個人呢 特別喜歡這個派對筒 配上 花生醬 這是什麼搭配的 我跟你們說 人間美味 你沾上一點那個花生醬 你現在是這個喝醉前喝醉後的 喔這是配酒 已經開始了 因為程序是這樣 你配什麼酒 喔這配威士忌 喔我跟你們說 就是這個 蝴蝶翠餅配花生醬 就是要這樣隔下去 不要害羞 我吃一個看看 好 你吃一吃 如何配花生醬 跟單吃有什麼差別 你有沒有可以吃到花生醬的那個風味 因為單吃也好吃 配上花生醬 它就讓這種鹹食 到了另外一個層次了 好第二個來了 礦泉水 因為喝酒要兌水 這是一個就是 有在理性飲酒的人 我相信都能夠理解 因為我個人是喝純的威士忌 我通常就是會一比一這樣子 喝酒的隔天會缺水你知道嗎 不知道因為我不喝酒 大概是一杯威士忌 就是一般的這樣的杯子的量 我就會對這樣一瓶 一杯是多少 公杯喔 不是公杯 我要來吃 這兩包 這是一包啊 老實說 不是我喜歡的鹹食類 可是因為 王先生喜歡 你單身欸 你還不認識我 我又有鹹食類的 我如果現在回想一下 單身實體的我 我應該還是不會喜歡 好接下來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 我打不開 我打不開 為什麼 就這麼小人厭啊 你對這個飲料有期待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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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這個味道 我覺得是我個人的味道 味覺嗎 因為你看到它是有氣的喔 它打開它裡面都是有氣泡的喔 可是它喝起來沒有什麼 喝起來沒有什麼氣泡感 而且我覺得它偏甜 如果你喜歡喝那個 殺死 這個沒有感覺 對這個真的沒有什麼氣泡感 我覺得 不理之品 可能我個人胃口啦 但是 沒有辦法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就是它的 海鹽杏仁黑巧克力 它有苦味 但是又可以咬得到杏仁味 欸你會發現我喜歡的零食 就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拿出來它本人都不會太大片 喔喔給你們看 後來想吃嗎 好好吃喔 你看它有那個鹹味 然後它又是黑巧克力有點苦味 然後再變成杏仁片在裡面呢 就是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有那種前中後的層次 就像感情喔 啊 如何 吃起來是蠻香的 但我覺得有點甜 提醒你們 它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的那個杏仁顆粒很碎 所以呢 你如果吃完這個 然後前面有個帥哥 你不要馬上開口跟他聊天 接下來呢 就進行到了 喝酒之後 首先 喔 這口頭 Codex的那個綿條啊 我以前 從飛紐約的時候呢 每一次都會帶一年份回來 可是後來它 老師都可以買到了 我就會買它 因為 我個人呢 是 比較習慣用綿條 勝過於衛生綿的女子 特別是在 如果是生理期來 然後我要出去遭種的時候呢 尤其是因為它就很小一根嘛 它就可以放在那個 隨身的包包裡 然後你把它插在身上 你要去上廁所 你也不用整個包包帶著 我覺得它 比較不尷尬 而且我個人喜歡 好 這個 是我的老戰友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圓圓的一片啊 之前在台灣 我都找不到 這種很美式的化妝麵 然後後來Cosco進了之後呢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們知道 喝完酒 很難自己幫自己卸妝 我跟你們說 這個好處在哪 第一個這樣一包 好拿去以外 你們看喔 你看得出端倪嗎 它旁邊有那個啊 有什麼 有把它接縫秀起來 就不會飛起來毛毛的 對 它比較不會有毛絮 所以你知道我最愛怕的是 我喝酒那個時候 已經整個人微醺 要幫自己卸妝的時候呢 然後它那個旁邊的毛絮啊 它就會整個這樣子抽絲 然後跑進我的眼睛裡 所以呢 這是我的非常好的好朋友 基本上它有時候會缺貨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一直都偏冷嘛 不是太多人知道 可是如果我推我心中的化妝 你都是它 好啦以上呢是今天的我個人單身時期 好事多必買的好物 下一次我們可以來拍一集 進入家庭之後的必買好物開箱 王先生個人他在看東西跟買東西 是跟我是完全不同的路數 我今天自己在這樣逛的時候 突然開始有點陌生的感覺 我也忘記 原來自己一個人 是這麼快樂的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分享 好事多必買哪一些 也歡迎大家留言問我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開箱影片的話呢 或者是你看到有什麼 就是覺得也很有感覺 想要跟我分享的好物 麻煩大家留言告訴我 我是KK 那很開心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的單身時期好事多必買好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記得開啟小鈴鐺 按讚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